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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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看看 放心吧 这砸你的地盘谁敢来闹啊 那是那是 我 大虎哥 这位爷是来找我的吗 来我们家嫖过吗 我今天可就一个人来这儿 一个姑娘都没带 这么看着我 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我可多少年没做这费买卖了 就这么着 这样行吗 照我说的办吧 照就他有这个种吗 他今天晚上没这个种 明天早上起来他就没病 那你可藏好了 别出来 等你消息 好 又没了 不是什么都没了 我到那儿 除了咱那个可爱的兄弟 我还发现了这个 他赶紧瞧瞧 又是李坤伦 他也在村里的 也不是来看看咱们 看什么 敢来我宰了他 大哥 现在全村都戒严了 没准他们还没离开村子 我带兄弟们去找他去 就你那倒霉样 还能把人找出来 人家明天早上就要人 大当假的 这李坤伦把那老娘们给劫了 咱们可怎么向日本人交代啊 大哥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字条不是李坤伦写的吗 咱去找那日本小娘们 给人解释解释 这不怨咱呢 是不是哥 是啊 你说你到底有多傻呀 他又写了李坤伦三个字 你让我跟日本小娘们 说什么去 人家能信吗 交代 关键是咱们跟日本 那小娘们交代 对呀 交代 到了这个时候 跟日本人是交代不清 也没得交代了 该是日本人给咱们交代了 照着你这么说 咱们还有理呢 他们把咱们逼得没路了 咱们还不跟他们来狠的 李坤伦 我算是招了你的当务 日本小娘们 也活该你倒霉了 少将阁下 前院士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赵秀才就跟他的手下 关在房间的正商议着什么 吃中午饭也不出来 我手下的人说呀 赵秀才的队伍都在传 今晚上可能就要有行动 他又想造反了 那您觉得赵秀才明天还能把人交出来 你还等着他明天来交人 那咋办呢 那个老宝不重要了 他身上的秘密已经被赵秀才掌握了 现在我们要的不是人 是秘密 把赵秀才处理掉了 那就不等他交人了 他以为他能拖到明天 今天晚上 我们就把这个秘密永远地消灭掉 怎么 你来不就是整编他的部队吗 是 你的兵力是他的三倍 他也绝对想不到你会在今晚行动 这个任务完成起来 应该不困难吧 召见阁下 不困难 弟兄们 我都布置好了 今天晚上此时 就冲进咱们这个大院 先把雪儿和机票抓起来 大哥 这次咱要把雪儿和机票给逮着 把武功队那儿一送 咱们可就要立了大功了 咱们可不能指望八路武功队 领咱们的号 瞧一条活路而已 都瞧晚钟了 大伙该开晚饭了 天一黑 咱们这人就慢慢往这边集中 先在两边的院子里埋伏着 好 我这就去安排 等等 你派人把李昆仲看好了 一打起来就带他过来 他要是除了什么娄子 李昆仲那边可没法交代 咱们可就白干了 大哥放心 对 妈的 这七饶八弯的 咱们还得去跟着八路 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人哪 在林里 我 啥 晚上就渡手了 可不是吗 到时候吧 你可要跟紧我了 我们大哥说了 你可不能有什么闪事 要不然呀 他跟李队长可不好交代 你就放心吧 我就是死了 我那弟弟也不在乎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李队长当面给我交代了 让我好好保护你 可见着你呢 我弟弟我不知道啊 都假的 你可有小小劲儿 今天晚上一得手 明天就送你回家 大哥 快进来 怎么样 李队长带来了 就安置咱们安法 待会儿打起来啊 大门一关 保守安全 外面的情况呢 没什么不对劲儿啊 鸡票人正在吃饭喝酒 路上撒脚疯了也有 谁呀 是我 二哥 大大大大 怎么样 您就放心吧 弟兄们都在两边院子 埋伏好了 好 怎么着 你现在去后院留待一趟 看看学儿他们的动静 哎 姑娘 带人 你怎么也帮你 带死人给我守在屋子外走 大哥 这回啊 可算是万无一失了 人生成外 也就是这万中之一 你说季彪和日本小娘们 他们不狠吧 不想跑过坑把我给埋了 可他们差的就是这万中之一 要是今天他们再利索点 在那个为之会长家 就把我给收拾了 那又没有今天这个晚餐了 对啊 大哥 他们怎么能算过您呢 活该倒霉他们运见您了 这是他们去找的 胡子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意思了 人这辈子弄来弄去的 其实都没什么用 关键还是 运气 这好运来敲你门的时候啊 你不理他都不行 你挡都挡不住 把门敲破了还要往里挤呀 挤得你呀 小姐 来了 干吗呀 眉头苍蝇似的 大藤家子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 这后院的港售全都换了 都是积医标的人啊 他们根本就不让我进去啊 他后想干什么 您说呢 他们比咱们还狠 我看是这意思 快 找个弟兄们给我打回来 老黄 怎么回事 弟兄们听见您招呼了 快去看看 好嘞 老门 别开枪 大藤家子在屋里呢 你开极了吗 你真开极了 你真开极了 能不能 房子 快 给我押过去了 回来 快点 包包少将阁下 大队长 赵修载和他们二刀家的 都让我给逮住了 都押到大堂上去候审 是 再一个 去把那个老妖婆子 给我找出来 是 少将阁下 请 您坐 你坐下 阁下 赵修载啊 我知道咱俩彼此 都不待见对方啊 从来也不装假客戚 你现在这心里 肯定在恨哪 恨着跪在地上的 咋是自己人 不是我 对吧 是啊 我恨我自己 怎么没早点动手 那行呢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你没吓死了 知道吗 都这个时候 你还跟我恨啊 你就不知道说一句软话 让我饶了你啊 老子一直就讨厌你 可没想到你小子 还这么缺德 没有软化是吧 那好啊 等天亮送你上西天吧你 二当家的 你呢 放手 给下 给下 赵秀才 可真油腻的 把他命先留着 他该死的事可有点多 赵秀才 可真油腻的 你怎么在这儿 坤忠哥 坤忠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 你 小 小雪 我对你可不错呀 我知道 我来 就是要谢谢你的呀 这要不是你 我在周章 还隐藏不了这么久 你放心 我不会忘了你的 цип beberapa priorit 许晓大爹啊 余皇大爹 王母娘娘哎 列祖列宗哎 我这一不小心呢 把个日本的女太军给尸倒了 昆仑呢 都不如我呢 她都不如我呢 她都没办到呢 可不忘不了我咋的 雷飞 少将阁下 上次小红的事你是立了功的 阁下 我就是想表达对皇军的忠心 才跟着她记忆彪做了对不起皇军的事 我觉得自己有罪 我有罪 我该死了 我有罪 现在你又有立功的机会了 禁忆彪 臣已平 你和老子都是寒奸 你审计什么 想问啥疑问哪 我啥都不想知道了 我就是想慢慢地折磨你呀 慢慢地整你 好过着个瘾哪 鸡票 队长 少将阁下请你过去 啥事啊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大事 接着打 这不是我的屋吗 少将阁下的人呢 他让你先等着 他马上就过来 你们这是干啥 你们这是要造反的 雷飞 队长啊 你就把车交了吧 少将阁下 他马上就到了 我有一个条件 我知道你的条件 我答应你 为啥呀 咱们都说好了 你到底是 是要干啥呀 鸡飞 你只能怪自己不走运 我确实是跟你说好 可是刚才 我又跟赵秀才说好 你跟赵秀才 你又跟他说好啥了呀 我们俩说好了 要把你刺杀黄军小队长的事情 报告上级 啥 我不明白啊 这到底发生啥事了呀 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不用知道了 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别 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啊你 行 你现在好好听我说 我让你死个明白 赵秀才想摘了你我的人头去干巴洛 这事儿让我给发现了 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不过他还算聪明 他跟我做了一笔买卖 正好他现在能有办法 把李坤伦跟陈胜利给引出来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武功队肯定不会有所防范 那你拿枪对着我干啥呀你 这是赵秀才开出的条件 他看上了你的位子 要你死 你死 那你就不怕次郎抬军知道这事儿啊 没有人会知道 等我抓到了李坤伦陈胜利 不会有任何人想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是 来 队长 咋了这是 枪都打了半天了 怎么半天才来呀 队长 这下全砸了 昆仁哥给逮着了 雪儿和赵秀才全说好了 机票给他们枪毙了 你说啥 咋了这是 赵秀才和雪儿合作了 他们要把咱们指导人骗过去 他们马上就要打出庄料 要来很多鬼子 那我哥呢 已经交到鬼子手里了 队长 这下赵秀才是铁了信给鬼子卖名 雪儿答应把机票的位置让给他 只要他拿下朱庄 抓住你一个指导员 这个黄学军的大队长就是他的了 咱们这次又算是在他手上了 他要我去找你骗你说 现在雪儿在他手上 他手下的兄弟不敢跟鬼子翻脸 不想把雪儿交给武功队 他也没有办法 如果武功队有诚意招向他部队的话 就请指导人去一趟 他这是要把武功队 连根拔了啊 赵秀才知道 他这次得罪人到底了 所以从此以后 他跟八路工队可就是血海神仇 他打周庄会拼上老命的 雪儿对周庄的地道又熟悉 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坤忠哥的事我是没蓝再说 打不了带着坤忠哥 一块狠狠拼了 趁着天还没亮你快走吧 不出意外的话 这是最后一面了 我走了 等等 大夫说了 这个药方啊 是当年他们祖上 从皇宫里头带出来的 三副药下肚啊 你的病准能好一大半 来 姐 这两天怎么没见到李昆仑呢 人家忙着呢 你这一病 那不啥事不得他指引着呀 那这有什么事 他应该跟我说一声 你瞅你 你这一会儿醒着 一会儿睡着的 人咋跟你说呀 姐 你去帮我找他吧 我有事跟他说 大冲 你把药喝了 我现在给你叫去 你现在就去 那行 我现在给你叫去 你把药喝了 来 快去吧 我给你叫去啊 快去吧 快去吧 嫂子 阿昆仑 醒了呗 醒了 他正让我去找你呢 进屋 行行行行 知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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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跟赵玉成说 就说这道人不在周庄 明天我去见他 队长 出调赵玉成跟雪儿 是屈尾下的死任务 非完成不可 兄弟 这么多年 委屈了 要真是最后一回的话 咱哥俩 就救个伴儿 队长 队长 知道人 就是这样 事让我给办砸了 怨我呀 你要说其他的呀 我都能认 可就是真把我哥 给搁进去了 这回呀 我这心里都说不过去了 实在说不过去了 知道人啊 就这个事呢 你也别怪我没跟你商量 一来呀 你病成这样 二来呢 你不时让屈尾给撤了职了 按照组织纪律 我也不能跟你说呀 所以这个事 只能是我自个儿担着了 这回情况特殊啊 这是屈尾下的死命令 非完成不可 我只能自个儿担着了 就这一招了 这也算是 我跟你说了呗 行 行 行 就这么地了 你好好养着吧 行 我去吧 知道人啊 对吧 转眼呢 也跟你工作了一年多了 没少给你找麻烦呢 我其实我这心里头啊 我听你的 我真听你的 要真是回不来了啊 哪天想起这个战友来 我就没给你丢脸 对不对 怎么了 你咋醒了 去尾什么时候撤了我的职啊 那 那我说啥你都听见了 差不多吧 你都听见啥了 去尾撤了我的职 你要上赵秀才那儿 还有啥呀 这还不够啊 还有就是 你不能去赵秀才那儿 这个事儿我就这么定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是曲尾下的死命令 必须执行 人家点名让我去 你去有什么用啊 我去有机会呀 他们想见的是我知道呗 我去就有机会除了他 你这是机会主义 你这是冒险盲动 行行行 你说我啥都行啊 但指导员你就别忘了你 你呀 你管不了我了 我管不了你 我是指导员 我管不了你 你看你忘了呗 你不是指导员了 代理指导员现在是我了 你看你看怎么还砸东西呀 你这 这别砸了 你们俩这是做啥呀 没事 修华嫂子 没事 谈公钻的 谈激动了 知道啊 反正呢 我是非去不可 明天我就出发 周庄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李昆仑 你这样的投机行为 你是对革命的犯钻 那就等着你在军事法庭上审我呗 如果说 我能活着回来的话 走嘞 你 队长 你不是要开会吗 大伙都在等你呢 好 走 队长 大勇说 你要去赵秀才那里 大勇啥都跟你说了 队长 昆仲大哥 不是已经在赵秀才那里了吗 你怎么又要去呀 开了会你就知道了 队长 大伙都在说赵秀才那边出事儿了 你要是去 我也不能拦着你 我就想知道 你还能回来 我还能再见到你 干啥呀这是 你看 走开轨去 队长 那你出的是啥主意啊 你这不就让我们去送死吗 你这咋说话呢这是 那你说你说 我这个不行你说咱们 那反正咋着也不能这么着 那明明知道人家布下罗网了 那咱们几个还往里边钻呢 你少跟我说那没用的 我就问你你说咋办 我这个不行吗不是 那还能咋办呀 都已经成这样了 昆仲哥现在在他们手里边 咱能有啥办法 对 咱们让他们给耍了 这事要我说呀 他们不是还要来打桌庄吗 咱就准备准备 跟他们拼了得了 你说得到轻巧准备准备就拼了 那我问你 屈尾的任务明白了呗 屈尾明文规定 要我们尽快除掉赵秀才跟雪文 这我说了半天都听明白了没有这是 他不是 他不是没没干成吗这 那咋着 那我找屈尾去 我说这事我们干了 实在干不成了就算了 能怎么说呀 队长啊 要不就把指导员找来 让他拿个主意呗 你少屁屁唧唧的 你干啥呀你 你还过来了你 你这要主意啊 你 指导员的病成那样了 那我说两句就摔摔过前了 还拿主意 那 那你不管咋说 咱啥事不得跟他说一声啊 不用了 我就是指导员 啥 代理的 这边 没事啊 以为我走得练枪呢 那坐下box 他练啥枪啊 对呀 不是打鬼子呀 他 都拼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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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行 我不同意 你让秀华儿嫂子去 那不就是送死 你却还不是一样啊 他们点名到先让我去 我现在这伤 要不我就自己去了 这道远啊 那个秀华嫂子 她连个枪都被摸过 她能对付得了雪儿跟赵秀才 近了赵秀才的老爷 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这摸枪 没准她根本就没有机会摸枪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你让她去干啥呀 赵秀才他们出这招 一来呢是为了抓我 二来呢 是想看一看 咱们对他们有没有提防 如果秀华儿去了 被他们抓了 他们也会马上来惊恐周章 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咱们呢 只要给他们设好了套 到时候啊 就能在地面上 把他们解决掉一大半 我知道 知道元儿 你分析的这个都对 一点毛病都没有 你呢 跟秀华嫂子长得也像 就是一个人行呗 但是你想了没有 雪儿跟你们俩都接触过呀 那熟得很哪 那赵秀才见过你们俩呗 你能瞒了她 能不能的也只能这样了 就我现在这伤 我就是去了 他们也会怀疑我 为什么去呀 是 可是你让秀华嫂子去 那不就是往火坑里踢呀 我知道 我这么做 对不住我姐 可是没办法 现在只能这样啊 真行啊 咱们是真行啊 你说这个 咱们俩啊 这轮着把哥哥姐姐 往火坑里推呀 这也忒行了呗 你是指导员 我这个觉悟低 你说咱们干到这个份上 那 那算对得起组织了吧这个 什么思想啊你 我跟你说李昆仑 不管什么时候 咱们都不配跟组织算这笔账 是是是 我知道我昏了头了呗 我 我 我就是说我这个心情 我就是那么一说指导员 我 我就是说啥呢 咱们欠哥哥姐姐的 这个得还哪这个 我没有想到 我就是说啥呢 我一切都不得了 我就是说啥呢 我来不信 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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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 他不信 他不信 妹子 时候不早了 你快睡吧啊 姐 我怕我睡着了 明天一早醒来 你已经走了 走就走呗 你该说的也说了 该教我的也教了 你就放心吧 姐 姐 你真觉得自己能行吗 要是不行的话 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我就是怕我这一走啊 还有啥事 没来得及跟你交代的 其实也没啥说的了 咱们姐俩啊 能团圆 那我就觉着 我已经赚了 就是啊 我原来以为啊 他们俩还有好多年能在一起 说说话的 妹子 我现在都觉得 这跟做梦似的 这老天爷 咱们姐俩 还能在一个炕上 说说话 我就觉着 这老天爷 带我不薄啊 对了 我突然想见一件事情 不认识 队长 指导员 秋花嫂子 让他跟你去 就说他是指导员 我就说吗 是哪儿病了吗 你把他领到赵秀在那儿 你就啥都甭管了 改计划了 对 到了赵秀在那儿啊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一 不管他 二 也别管我哥了 那我走了 什么 陈生丽又来了 不说来不了吗 太听说啊 您这么快 把事就办到了 那还不赶回来啊 他人呢 在门房看起来了 下枪了吗 这您还不放心 咱们准备得多心啊 一进门房四条塔 啪 往那儿就扑倒了 好 现在去把那个 日本小娘们给我请来 跟我一块审 是 少将阁县 我们大哥请你过去一趟 武功队的陈胜利 已经被我们抓来了 陈胜利 不是说来的是李昆仑吗 都是您的计策高 一听说您在那儿 跟我们大哥有了误会 那个陈胜利 是连夜就从县尾赶来了 就进了我们包围圈了 是你抓回来的 都是您的计策高 我们是托您的福 让赵秀才先审着 我马上就过去 陈大姐 这您就明白了吧 不能怪我 当初您要是对我好点 手头上大方点 任务少派点 咱们何至于有今天呢 说实话吧 陈大姐 我现在心里还觉得委屈呢 赵秀才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 我今天要是死在你的手里 明天我看你怎么跟武功队诉委屈 我赵秀才可不是给八路下大的 明天谁是我的火焰王 不用您操心 您要想看着我倒霉 最好先想想 你能不能活到明天 你还敢要挟我 指导员啊 您这是何苦呢 其实这回周庄武功队 已经死定了 不管您带不带道 我的人都会打着您的旗号 进周庄 大不了多撕几个弟兄 可周庄的武功队 一个也跑不了 你有胆啊 你就进周庄试试看 要是没胆子 我哪敢把您绑了 我送日本人哪 这小 这皇军的实力也很强啊 又舍得花钱 给钱那个叫痛快啊 要不是说当汉奸 说着不好听 我还真以为自己交了好运了 别的不说 就说人家雪儿吧 要模样有模样 要魄力有魄力 跟您一样 女中豪杰 人中龙凤啊 少将阁下 正谈着您呢 这都是老相识了 又见面了 小君红 我哭了 你让我哭了 尽快 把它 assassination 没有日子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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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音乐 我哭了 你吭了 你没有哭了 你 acquired 红霞飞满天 花上枝头 春水满夜 离家的人 何时回家乡 是否思念着梅凉 天气着蝶凉 笑颜起风雨变 柴蓝来返 今我刚将宝家圆 相思放一旁 离家的儿老 我先回家乡 是否思念着梅凉 天气着蝶凉 笑颜起风雨变 柴蓝来返 今我刚将宝家圆 相思放一旁 今我刚将宝家圆 相思放一旁 我将她再拒绝我 我将十五门 我将拒绝将手 她当时的出博 我不是 快走 我没谁 救我 快走